好的 那包生主体勾完之后 我们要开始勾包包带和手柄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先用那个交扣 做一下固定一下位置 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勾手柄了 大概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下手柄的位置 然后再就知道怎么起针 在什么时候勾手柄 好的 因为我是想在下一个动眼去勾手柄的起始点 所以我们先不勾手柄的手提的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勾短针 然后开始勾手柄就直接勾锁针 勾到你想要的长度 就觉得那个长度合适了 然后我们就回到 回到枝片的地方 继续连接着勾 连接着勾短针 好的 我的锁针应该是勾了25针左右 然后回到下方 因为我需要 我们需要用记号扣 就是为了左右固定对称 好 然后来到长针的针目这个地方 去继续勾短针 然后一直要勾 勾到对侧 就是手柄的对面 然后再停下来 继续勾对侧的手柄 好的 我们也可以把记号扣给它 调整到下方 因为这样不会影响我们的勾支 好的 勾到对侧之后 还是一样的 短针勾完 然后勾锁针 把手柄勾完这一区 勾到 我们 手柄需要的长度 然后停下来 再到 再回到继续去勾短针 好的 这一圈勾完之后 我们来到第一针 去做一个影拔 然后接着勾两个短针 好 就要来到手柄的地方 直接 我的手柄就是这样的 就是直接绕过 绕过这个锁针的 这一圈去勾短针 跟我们有那个木耳的 发夹片是一样的 就是绕过这个锁针去勾短针 这样勾到 这个针目不用特别固定 就是根据你的需要的 密实程度 然后你把这一圈 给它勾满就可以了 我应该是勾了 40个短针左右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 自己的需要去勾 就是反正把这一圈 给它勾满 勾扎实就可以了 好的 手柄的地方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回到织片的地方 继续不加不减的勾 短针 到对侧也是一样的 对侧的那个手柄 也是一样的勾置方法 那我们就不讲了 好的 勾完这一圈 我们来到第一针去 给它做个引拔 然后断线 把线头给它 尝到织物的内侧 包带的内侧 接着我们开始勾置 包带的部分 首先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就用 双骨线 然后呢 针 勾针呢 也换 换大一号 这样的话 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去勾置一个 合适宽度的 合适宽度的 肩带 就是先勾一条锁针 形成的绳 勾到你需要的长度 好的 勾完之后 我们回到倒数第二个 第二个针目 调理三的部分 就是单独的那根线 背面 锁针的背面 单独的那根辫子 去勾 继续勾 把这一条给它勾完 肩带就算完成了 好的 长度勾完 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直接勾一个锁针 然后直接把线头 引出来 断线 然后用缝一针 把线头给它 长到枝片 就是这个 肩带的里面 最后我们用缝一针 把肩带给它缝合在 缝合在手带上面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给它选择一个挂式 挂在包包上 作为装饰 这样一个比较简单 又好看的镂空包 就算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咯 也希望你们都学会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